我第一次见许蒂老师 那得有五年前吧 那个时候 我第一次采访您得有五年了吧 有吗 有 有 有 真的有 差不多 然后呢 那个之后 回来突然有一天 有人 他发给我一张图片 他问你看这是谁 我说这是谁啊 一直涂一个大红口红 他说人家是戏 这是剧情 我说是一部戏 我以为是生活中的一个人 他说这是许蒂 我都不相信 就是那个造的吧 你那个 挺神经的 那戏仍然特别好 对 入骨了 本色出演吧 对 特别好 会不会那部戏之后 很多人一下 更多地认识你啊 那当然 就是朋友 就是怎么说呢 关注你的朋友特别多 而且就是夸奖你的也特别多 他会觉得 哎呀 你演得好啊 有的就是跟你 比如在一块见着你哭啊 我就不明白哭什么呀 他说你 我一看你 我想起我妈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作为这个职业的人 创造一个角色 能让观众认可 这种认可 太不容易了 而且你想想你是六十岁才让人认可啊 对 记住了呀 前半演那么多我们也熟悉 但是没有这一部深刻 是吧 观众反正就是几个吧 那个戏的整个制作呀 包括导演的要求啊 演员整个啊 我觉得都特别的好 对呀 当然你应该拉方大哥一块去啊 不是 我 人家找我的时候 当时我一看剧本 其实我特别不喜欢那个人物 嗯 我说妈太作了 嗯 太讨厌了 我当时我就说 跟我的感觉一样 没错 我想我怎么演 不让人讨厌 嗯 就别让人讨厌 就这个